健身教練一對一指導 確保學員重訓時的安全 在使用槓鈴訓練時 分成自由重量跟機械式器材 通常初學者都建議先從史密斯駕入門 一下這台史密斯 我們這邊會有安全的護扣 所以先調到 你要適合做的動作的位置的高度 不管是深蹲握推還是臀推 史密斯駕加重量之前 都要先調整安全護扣 大概會是在胸口高 大概一個拳頭的位置 確保護扣的卡榫能夠支撐槓鈴 即使你沒有力放手 它也是不會壓到我們自己 你這樣離開就可以了 根據不同訓練部位 安全護扣的高度設定時也有所不同 不過史密斯駕還有一個安全設計 它其實就會有緩衝 它不會很跟一般的重量一樣 直接的壓下來 掛鉤的下方有彈簧緩衝 可以減少瞬間衝擊力 避免被槓鈴砸傷 也有不少人訓練時 是用自由槓來精實身材 以自由槓來說的話 它會有更多的危險因子在 因為我們是把一個 很長力矩的一個重量是背在背上的嘛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身體會更容易有搖晃的問題 但是自由槓不像史密斯 有緩衝的安全措施 最好要有教練在旁邊 還有最重要的是自由槓下方的護槓 護槓來說 它就是可以最基本就是 保護我們在做下蹲的時候 或者是在做其他動作的時候 我們會被槓壓著 被壓著就很容易會出現 生命危險的一些情況 同樣也要在訓練之前 調好安全高度 切齊 然後不要低於我們的胸部 如果真的沒有力氣了 或是手滑把推桿放開 不會壓到我們的胸口 槓鈴都不會砸傷身體 不管是哪一種器材 最重要的還是確保安全措施完善 再開始中訓最有保障 七倍的新聞成功 我們在台中場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